學們平安 感謝讚美主 在這不平安的世代 我們讚美超跳出平安喜樂 讓四人都看到一個盼望 那我們讚美超 老師也透過神的教導 他跟我們講屬靈意義的重要性 所以呢 我們課本的後面都會有老師屬靈的教導 這是最重要的 那我們讚美超的教學要素 第一個是要屬靈的意義 因為我們普通一般的體操 我們要讓人家跳出身心靈 都健康喜樂 有盼望的對不對 對 然後來受訓的老師 當然要跳到位 一切我們拍數節奏都要注意 但是我們回到各自的團隊以後 我們一定要怎麼樣 休閒系 我們這樣能夠休閒才可以帶出更多的社區 兄弟姊妹還有路邊 所有的阿公阿嬤 都叫他們進來一起 很喜樂的跟我們一起敬拜 這樣 所以第二項 休閒性很重要 還有 我們讚美超的音樂 好不好聽 好不好聽 你們自己仔細的聽 這樣子我們在路上走都會哼 都哼喔 對 為什麼讚美超的歌會這麼好聽 我說因為這不是屬世的 這是屬靈的 這是上帝給我們的 這洗劫我們的心靈 一般的歌曲聽了以後 你不會一直想要聽一直聽 可是讚美超你仔細的聽 你會聽出喜樂 所以只要認真跳讚美超三個月的人 我是覺得喜樂油自然會就給你摸 你不要摸什麼膜 什麼營養品 其實你的眼就會有亮光 一生的果笑由心而出 對不對 所以你心靈喜樂 你就會跳出喜樂的讚美超 然後我們這裡有舞蹈性 你看看他剛開始的時候 他都覺得是芭蕾 芭蕾的pose 那第二首他會很陽剛 每一段都有不一樣的節奏 不一樣的動感 那我覺得如果從頭跳到尾 你不要這樣跳來跳去 跳來跳去 你如果從第一首跳到第十二首 那個身心靈 是舒暢的 是喜樂的 然後讚美超簡不簡單 簡不簡單 不簡單 不簡單 因為有複雜性 我們人越老 左右腦會越來越遲鈍 讚美超有複雜性 讓頭腦絕對不自然 我們會煙荒我們的老化 然後呢 有沒有健康性 有 我是乳癌的患者 我十六年前 吃完補完的藥 醫生要跟我開刀 開我的膝蓋 可是核心跟我講說 不要去開膝蓋 你剛動完大刀 你不要開膝蓋 你去找一個 馬步 弓箭步 弓箭步 的體操 你自然就會好了 結果我好了 我的膝蓋好了 可是我的手指倒還不能好 但是我們這一次有很多這個 墨梢神經的運動 試試看 試試看 說不定 也是上帝要醫治我 醫治我 祝福你們 我們透過讚美超 成為彼此鼓勵 加油的團隊 好不好 好 不是自己健康 我們更需要分享健康 祝福更多的人 所以要帶更多的人進來 我們讚美超的團隊 分享主的愛 好 謝謝